精光明尽文句乐 从这感觉 智心之 彻道心灭 静心实际 故云智心 这个智心心要 确实不容易 要是义经上所说的 只有明心见心的人 才能够做到 那实际情形呢 也如此 菩提心不发在意 真正发菩提心 这个人的地位 就达到原教处处 原教处处是 发心处 而实际上呢 所以这个境界不是一般境界 我们一般讲发菩提心 心是发了 一转眼呢 心就退掉了 可见那这是假的 不是真正的 不是真正的 真真真心 永恒不变 这是真心 这是真心 进进退退的 这是忘心 这生灭心 真真是不生灭心 发出来的 发出来是什么样子 六根在六成经界里面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想得清楚 就是没有七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这是真心 有体有用 体是真诚 清新的基础 用 六根聪力 六根聪明 力是力顿之力 也就是 见闻觉之力 比普通人 灵民太多了 一般人比不上 不但一般人比不上 声闻缘觉 全教菩萨都比不上 真诚太可贵了 我们既然学佛了 希望这一生能往生进退 那不用真心不行 要用真心念佛 相信有阿弥陀佛 用真心求愿往生 用真心念这句佛号 于极乐世界 于阿弥陀佛 决定感应到 精光明经文句 说得好 切到心愿 心愿才是真心 要练 四四都用真心 也许 也许有人说 在现前这个社会 用真心的人吃亏了 别人用妄想骗我们 我们用真心待人 不止吃亏了 这个亏 愿不愿意吃呢 愿意 吃亏一小时 吃亏时间短 我们在这个时间 这个世上 也不过几十年而已 这几十年时间短 跟无量受比 太远了 用真心 最后我们能够到极乐世界 如果不肯用真心 最后到不了极乐世界 那个损失就太大了 这个账要回算 要算得很清楚 眼前亏可以 没有关系 无所谓 终极的目标 往生极乐 亲近于陀 这个利益太大了 所以念佛人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也不怕受骗 过人殷苦 过人称当 我们决定不可以欺骗别人 记住 用欺骗别人这种心 念佛不灵 不能往生 因为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不多 六十年前 我初学佛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 只有三五个 比例很少 那么在中国古代 念佬 住节里都引用不少 善导大师告诉我们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漏啊 什么原因 用真心 念佛的人都能用真心 没有丝毫虚伪 所以万修万人去 现在人用旺行 用成习惯了 用真心不习惯 用旺行很习惯 六十年前 一万个人能有三五个往生 那现在过了六十年了 有同修告诉我 现在的社会 一年不如一年 那么六十年后的今天 大概一万个念佛人 能往生的只有一两个 那这些是真话了 我们要做 一万人当中的一两个 就是不怕吃亏 不怕伤道 不怕别人欺骗我 也不怕别人陷害我 老老实实 这一句佛号啊 一直念下去 我们决定得到好处 但是因为你一个人 不怕